我现在才知道保存生姜竟然可以这么简单 只需要多加一样东西,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和新的一样,还是那么新鲜 快来试试吧,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圈三连球关注,找我时不迷路 可以说生姜是我们厨房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之一 而且非常的矫情,又特别贵 尤其是在北方,买回来的生姜都特别的潮湿 放在冰箱一不留神两天之后就会腐烂 而生姜深受很多养生朋友的喜爱 人们也常说饭不香吃生姜 所以生姜真的是家家必备 通常大家都是把生姜直接放在冰箱或者是阴凉处 但是每过两天,生姜就会出现干瘪或者是发芽 轻轻地碰一下它的表皮 里面的酱肉都开始腐烂 出现了变质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存着又贵又浇气的生姜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保存生姜的小技巧 放上一年也不会干瘪发芽 想知道的朋友就请耐心地看完整个视频吧 方法一 准备一个大盆,往里面倒适量的清水 把需要储存的生姜放进来 平时在烧菜的时候 生姜每次只需要用到一小块 所以我们需要把大一点的生姜给它掰成小块 这样子方便食用和储存 然后往里面撒上一小勺的食盐 用食盐水把生姜浸泡上10分钟 软化一下生姜表面的泥渍和污垢 这样子生姜就容易清洗了 用刷子把生姜表面的泥土刷洗干净 事先把生姜洗干净 这样每次食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 省去的反复清洗的麻烦 我们在清洗时 一定要查看生姜表面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如果有破损的地方 就要用刀给它切掉 不然破损的生姜会被感染 就会把整块生姜感染坏掉 还会感染到其他的生姜 这样非常不利于生姜的储存 全部清洗完毕之后 再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两张厨房纸巾 把清洗干净的生姜放上来 把生姜表面的水分擦干 也可以放到一个干燥的地方 让它自然晾干 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切记不要使用太阳来曝晒 擦干水分 这样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 像这样子擦干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瓶高度白酒 尽量选择度数高一些的会更好 准备一个小盘子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白酒 把晾干水分的生姜放进来 然后用小刷子或者是一次性的厨房手套 来涂抹生姜 将白酒均匀地涂抹在生姜的表面 特别是生姜的接口处和菜刀的切割处 我们都需要多涂抹一些 这样相当于给生姜进行了消毒杀菌 就不怕细菌侵入生姜 并造成腐烂和发霉了 然后装入一个大盘中 把所有的生姜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生姜表面上已经完全没有了水渍 表皮干干的 这是因为高度白酒不仅能够杀菌消毒 而且挥发性很强 接下来我们再拿出保鲜膜 把生姜包裹一下 用保鲜膜把处理过的生姜包裹起来 我们按照每餐的使用量来进行包裹 一定要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 让保鲜膜尽量贴合生姜 如果里面有空气的话 很容易造成生姜干瘪或者是腐烂 这样就不宜长时间保存 接下来取一个最常用的密封袋 把生姜装入到密封袋中 然后排出里面的空气 封住封口 放在阴凉通风处 或者是直接放到冰箱 冷藏保存都是可以的 这种方法非常的方便 就是长时间的保存 也不会腐烂 出现干瘪的情况 你也赶紧试试吧 方法二 同样的需要将生姜清洗干净 然后晾干水分 然后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保鲜盒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盖上盖子摇晃均匀了 这样可以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 就可以倒出多余的白酒 放入我们切好的生姜片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筷子把食盐搅拌均匀了 食盐能够起到很好的消毒 防止细菌清浊生姜剩余的部分 还有生姜在储存的时候腐烂掉 使用食盐来保存生姜的原理 其实很简单 每一片生姜上都均匀地裹上了 一层食盐 高浓度的食盐可以抑制生姜的发育 只要生姜不发育 生姜中的水分就不会流失 生姜也就不会干瘪了 然后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保存上一年之后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种方法 使用绞肉机 把去皮的生姜块放入绞肉机中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成姜末 起上五六七八下 逆量的搅拌细一些 然后准备一个密封袋 把搅拌好的姜末放进来 然后平铺整齐 封住封口 再准备一根筷子 按照每餐的使用量 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直接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无需解冻 只需掰上一小块 这种储存方法 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您是否喜欢呢 接下来是第四种方法 准备一个纸箱 把盒子的底部封掩时 然后铺上厨房纸巾 或者是A4纸 还有小孩的画纸 不让底部接触更多的空气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否则潮汽入侵盒子 那么生姜就会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 然后准备上一袋家用的小苏打 均匀地撒在箱子的底部 就可以把买回来的生姜 直接放进来 这里记住 放生姜的时候 生姜和生姜之间 一定要保持一些距离 绝对不可以全部堆叠在一起 如果放得太紧 它们的表皮就特别容易会发生碰撞和摩擦 表皮被挤压坏了以后 就不容易保存了 这样保存的生姜千万不要清洗 记得也不要沾水 如果生姜表面有水的话 一定要记得晾干水分 如果家里保存的生姜非常的多 我们就需要多摆上一两层 但是记得 每一层都要摆上一些纸巾 撒上一些小苏打 再依次将所有的生姜摆放好 使用小苏打来保存生姜 主要是因为小苏打可以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 用小苏打来储存 可以起到一个干燥剂的作用 可以吸收掉生姜散发出来的水分 依次重复所有的步骤 把生姜摆放整齐 继续铺上厨房纸巾遮光 最后把纸箱密封好 放在阴凉通风处储存就可以了 生姜一变潮湿就会发芽 太阳一曝晒就会干比 小苏打可以防止生姜变潮湿 纸箱也有防潮的作用 可以让生姜保存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中 封闭的纸箱可以形成一个密闭且黑暗的环境 能够减少生姜的光合作用 从而避免生姜发芽 放上一年半载都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每次拿出来依然和新鲜的一样 这四种保存生姜的方法 总有一个你会喜欢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